歡迎收看 今天用點心做點心 自己動手最開心 歡迎收看今天用點心做點心 我是主持人瑋瑜 過去在節目當中教大家做很多 甜點烘焙類的或是麵包類的 當然也不乏小吃類的 所以今天再度要教大家 你運用冰箱的一個時候 然後把它集合一下 就可以馬上變化出一道 有異國風味的小吃 到底是什麼呢 今天也來了一位 新老師的新面孔 讓我們一起來歡迎 Amy的私人廚房本尊 Amy老師歡迎 妳好 大家好 很開心今天能夠來到這裡 跟大家分享海鮮煎餅的做法 所以Amy老師今天要教我們做的 就是海鮮煎餅 對 而且帶一點點韓式的感覺 是的 今天有特別還有教大家 就是韓式沾醬的做法 平常Amy老師很喜歡 在自己的廚房裡面 做很多的一些料理 或者是烹飪 烘焙的實驗 所以你是不是有時候 會在自己做著做著的部分 就會迸發出新的變化 沒錯 常常都會有很多的新想法 所以我想老師對食材 對於料理的方法 都非常地了解透徹 今天就要分享給我們了 OK 所以趕快來看一下 今天要教大家做的 韓式海鮮煎餅 主要用到的材料有哪些 海鮮煎餅材料有 蝦仁12尾 小卷1汁 韭菜1小把 青蔥1根 胡蘿蔔絲少許 麵糊材料 無添加中筋麵粉100克 地瓜粉30克 蛋1顆 水200cc 鹽少許 煎餅蘸醬材料 韓式辣椒醬50克 醋25cc 檸檬汁1 2分之1大匙 砂糖1 2分之1大匙 蒜泥1 2分之1大匙 芝麻油1 2分之1大匙 好 所以Amy老師 看到所有的材料都在這邊 好像準備起來不是太困難 感覺像是蝦子或者是花枝 汁有可能都是冰箱打開 就有的材料 對 只要利用餡有家裡的材料 就是你喜歡海鮮的話 各種的海鮮你都可以 添加在麵糊裡面 可是像今天要做的海鮮煎餅 有沒有哪一個材料是絕對少不了 一定必備的 才能夠代表出很正宗道地的味道 當然是不添加的中筋麵粉 它麵粉的話就是在麵糊裡面 就是它有很大的一個分量 它具備有黏合的效果 讓所有的食材都可以融合在一起 所以今天用的是中筋麵粉 對 像是一般刀筋 我們都是做麵包 或者是饅頭類的 饅頭用中筋去做 饅頭是用中筋 你要有發酵的 只要有用發酵的 在一般家庭來說 很多就是像 我們會朋友都會問說 麵粉怎麼去分 低筋 中筋 高筋 大家怎麼判斷 筋只要添加要有發酵 就是酵母粉的話 都是選擇高筋 高筋就是它的蛋白質含量多 它的筋性比較強 就這樣去想 中筋的話是一般家庭的麵食類 最常去使用的 低筋的話 因為就是筋性比較低 所以你要做像餅乾 或一些比較酥脆的 我就是用底筋 就是用這樣子來分 在家庭會比較好去分 你的使用 一般來說還是中筋麵粉是 居家裡面是不能少的麵粉 它通用性是非常大的 所以如果你是做這一些 小吃 點心這一類 不是烘焙類的話 中筋麵粉的用量反而很大 對… 好 另外看到還有準備了 包括韭菜 青蔥 這一些讓它有酥脆感的一些蔬菜 醬料我們今天 好像看起來也有點複雜 醬料其實不會 好多 因為好吃的海鮮煎餅就是 我今天會教大家 其實你在家裡 常常會吃到一些異國的料理 就是韓式料理 你家裡可能會常買到 韓式辣椒醬 可是一大罐你都不會用 你除了就是說做什麼泡菜鍋 你可能會加一湯匙怎麼樣 其實我今天要教的這個沾醬 你可以運用得很廣 對… 主要它的材料也是會用一些 蒜泥或醋還有糖 去做一個調味動作 你可以沾在像我們這個 做任何的一個煎餅 或其他的像你要做餡餅 或者是蔥油餅都可以沾 我可以把它就是調和之後 就拿來炒年糕 就變成韓式辣炒年糕嗎 是的… 你就可以自己先調配好 你就不需要說 冰箱又要買好多各種調味料 所以有一個基礎的一個 韓式辣椒醬 因為你每次買都是一罐 所以可以把它運用得比較快 難怪我每次 我家裡有買過那個韓式辣椒醬 但我覺得它就吃起來 就跟那種韓式餐廳的醬 不太一樣 但不一樣 因為它要調和 所以它不是原來的那個醬 直接下去的 不是…它味道會太單一了 它是一個主原料 可是要有一些酸 或者是辣的口感的話 就是你要另外用蒜泥 還有醋去帶它的味道 所以今天真的要仔細看 可以學到很多 對 好 就開始進行今天製作的步驟了 OK 好 要先做哪一個部分 今天先來就是要 首先要先調麵糊 對 麵糊的部分 可能這邊就是 我們先從那個 今天會比較特別 一般我們調麵糊 都會用到水 對嗎 我今天因為已經有先將海鮮 汆燙好了 汆燙好的高湯留著放涼 我們把它當作替代那個水分 你調進那個煎餅的麵糊裡 你就不需要再添加 其他的一些調味料 只要海鹽去鹽 去帶一點味道就好了 所以老師這一個是剛剛穿燙 對… 放涼了 沙子跟花枝 所以代表海鮮的鮮味 都在裡面 好聰明的做法 這樣不會浪費食材 一點都不會 而且你不需要再添加 其他什麼調味料 去衝托它了 好 我們就放它 我們先將水分要先倒進去 好 另外就是我們的 今天有加一顆雞蛋 對 雞蛋的話 就可以增加它的整個口感 麵糊的口感 對 雞蛋一顆 雞蛋也加進去嗎 也加進去 好 還有鹽要少許 鹽少許 因為高湯已經有海鮮的鮮味了 所以今天就用一點鹽 去做一個提味就好了 我也要特別選用什麼鹽鹽 海鹽 其實鹽一般來說 當然會建議就是 你用天然的海鹽就好了 像台灣也滿多就是 本身產的海鹽也是滿不錯 對 只要你方便的海鹽都可以 對 先要先這樣調和一下了 我先示範一下 好 就是先蛋汁跟水分 要先做一個調和動作 因為待會兒粉淚進去的時候 才不會說整個會結塊這樣子 調原好之後 鹽它也融化了 所以這時候可以加 我們的五天加中筋麵粉可以加入 中筋麵粉它不需要過篩 對 就是它比較不容易結塊 對 它不會結塊 只有像低筋的話 你就必須要過篩 因為製作蛋糕 它比較怕會結塊的現象 可是調製煎餅麵糊的話就不用 中筋 高筋都不用過篩 現在加入地瓜粉 地瓜粉 少量的地瓜粉可以讓 待會兒煎餅的口感就是外酥 內鬆軟 對 是百分百的地瓜粉 對… 因為地瓜粉它的營養元素也是很好 對… 這個時候加進去之後 就是將粉類的部分 去做調整 混合 所以煎餅好吃不好吃 然後口感有沒有到達 我們要應該有的酥脆 應該有的Q勁 就在你麵漿調和的這個步驟 還有小撇步就是 我們在汆燙海鮮的高湯 其實這很多媽媽們 可能都會覺得那個高湯 我汆燙完我就丟了不用 其實因為我們海鮮 都清理很乾淨 所以它的一些的原味的精華 都在裡面 另外會說 有些人是製作海鮮煎餅 它是用生的 為什麼我今天會用汆燙的呢 其實在煎餅 它在加熱的過程當中 你是生的海鮮的話 它會生水出來 你會發現你的煎餅 好像裡面會濕答答的也不容 而且不能確保海鮮 是不是有真的熟了 所以我會建議說海鮮的部分 你先汆燙它 像蝦仁變色了 我們就把它撈起 撈起之後 你可以確認你待會兒 加入麵糊的時候 你內部的海鮮絕對是熟的 而且它不會生水 這也是一個小屁股的感覺 對 好 然後另外說到蔥段 跟韭菜段的處理 大概就是切這麼長 這大概是一個直接的長度 對 就一般吃青菜 你切的長度就可以了 好 就先把它處理好 然後紅蘿蔔絲也是一樣 紅蘿蔔絲 這邊的材料要怎麼樣 跟我們的麵糊來結合 麵糊一般調和來說 對 因為我已經有搭配好 完美的比例 其實它就是帶一點 有點流動狀的 流動狀 就不要太濃稠 對 妳觀眾朋友看一下 就一點點它會 會滴落的感覺 會滴落 像這樣子就是 這樣就可以 稠度是剛剛好 稠度是可以 因為你太濃稠的話 待會兒你很多的材料進去 它會整個變一坨 它不會散開 你會覺得好像都吃到麵糊了 如果說調和成這個狀態 流動性的狀態的話 它待會兒跟我們所有的食材 搭配在一起 是會非常地均勻的 好 所以再給觀眾朋友看一下 像這樣子的流動狀的感覺 會滴答滴答的 對 會滴答滴答就可以了 這時候好簡單 我們就將所有材料 加入進去就可以了 沒有順序之分嗎 不用… 好 我就通通丟下去 全部就加進去 青蔥 然後韭菜 這感覺就好好吃 而且我就可以想像 它會有海鮮的鮮味 又會有蔬菜的甜脆 對 因為它的麵糊裡面 已經有高湯 那個鮮味都已經進去了 所以加一些蔬菜的話 就是增加它的口感 好 蝦子 小卷 小卷 對 這時候要換筷子去做攪拌 對 對 用筷子 筷子就稍微把它這樣調和就可以了 用翻動的是不是 用翻動就可以了 所以麵糊大致上完成了 對 這個是走的是 韓式的海鮮煎餅 所以其實每個國家的媽媽們 都很厲害 都會加小孩子不愛吃的一些蔬菜 利用我們的麵糊 加進去做成煎餅給孩子們吃 這樣就可以了 好 就可以開始準備移動到這個 爐子這邊了 對 好 我們在煎之前有沒有什麼步驟 要先做的 步驟要做的話 當然就是家裡有任何的一個 平底鍋都可以 因為待會兒這一份可以 至少可以煎兩大塊的煎餅 對 所以你要準備一個平底鍋 還有適量的一個油 待會兒就直接下鍋煎 好 醬料的部分可以先調和好 而且多的醬料就是 你不要碰到任何水費 我們可以裝灌 大概維持四 五天放冷藏 都可以使用 好 所以醬料 我們來看看材料都在這邊 對 有沒有什麼訣竅 或者是它先後順序 先後順序的話有 因為我們要先將韓式辣椒醬 還有就是要先放 對… 再加入我們的蒜泥 喜歡要有一點就是味道比較 有些人會喜歡比較蒜味重一點 這個部分你可以添加多一點點這樣子 當然是辣椒醬你會怕辣的衝擊 所以我們會加一點醋 去調和它的口感 加一點糖去緩和它的辣度 對 好 所以順序的話就是我們會 先以辣椒醬先 我們用一個調理碗先抓 好 對 這邊準備有一個大碗 對 容器大一點可能比較好 當然 這一個好了 這底下這個好了 這個 對 還需要一根小湯匙 好… 小湯匙 OK 我就先示範 這個韓式辣椒醬 這個韓式辣椒醬 因為韓式辣椒醬還有分 這個是有用糯米粉就是製作 所以它是專門適用於 像你要一般什麼韓式年糕 就是你在購買的時候 你就買這個都可以同用的 對 它還有另外一種是大醬 大醬湯那是味噌 大醬湯 像味噌 豆子的那種 對 它是豆子的 所以這個是加辣椒粉跟糯米去做 所以它有點濃稠的感覺 所以這時候濃稠的感覺 你直接吃這個辣椒 你會覺得沒有很… 我偷吃一口看 沒有層次就覺得就是辣 好辣 辣喔 對 好 其實這是一個主原料 對 可是它真的就是辣 辣跟鹹而已 對 就是辣跟鹹 所以這時候又要加其他的味道 去調整它 我們先加入蒜泥 蒜泥 對 蒜泥的部分 之後還有再加入檸檬汁 對 我們先加檸檬汁 檸檬汁 對 檸檬汁 還有我們的醋 醋 因為它這個醋 我用的是米醋 因為米醋它比較… 味道比較柔和 所以大家在選用的時候 可能也會挑比較柔和一點 不要用那種有些白醋 它是很嗆的味道 醋酸味很重 對…醋酸味很重 這時候還有糖 因為它有辣度了 我們加一點糖把它調和一下 你才不會覺得說這麼死鹹 對 糖加進去之後 我們就加所有的材料 攪拌均勻… 老師剛說韓式辣椒醬有兩種 另外一種是比較類似味噌那種 所以我兩種都可以拿來這樣子做 味噌的那個會比較不適合 那個會適合在做料理的時候 你煮大醬湯 就是大醬豆腐炭 直接加進去 對…就當作就像日本味噌的做法一樣 只是它帶有一點像 就是會有辣的成分 我們還是會建議就是 你在購買的時候你只要看 它是用有添加糯米粉的 然後是由於辣炒年糕 或者是燒肉這些都可以有 對 我們調和好的醬是這樣子 最後再加入我們的芝麻油 去體味一下 吃麻油的話就是一般常常煮湯 或者是煮菜最後是要做調味的 它加上去你再試一下味道 你會發現 好香喔 那個麻油下去不得了 對啊 可能要試一點點味道 跟剛剛只有吃辣椒醬 應該差很大 像吃燒肉的時候 好好吃喔 吃燒肉的時候你可以生菜 然後再加上我們特調的這個 蘸醬 然後你再搭配一塊吃 你會覺得它是甜中帶辣 因為它還有醋 然後有加檸檬汁是可以解油膩 好好吃 而且它的最後芝麻油的香味 對 它會體味 對 好 醬料也準備好了 然後麵糊也準備好了 我們要開始煎囉 我們要 首先要先做熱鍋的動作 我們今天就是先開火一下 中小火 對 今天我們準備好 因為煎餅會需要 比較燒多一點點的油 所以我們就是加入大概 適量 植物油就都可以了 都可以… 我如果特別選用芝麻油去煎 會不會更香 我一般會比較不建議用芝麻油 因為像芝麻油或者是麻油 它比較怕高溫 高溫的話會變苦味 所以還是建議我們用一般 橄欖油或者是任何的植物油 都可以 對 好 所以怎麼去判斷油溫到了呢 我們就是看它油紋會出來 還有就是手要過去感受一下 那個溫度 要有會燙手的感覺嗎 有點 對… 你會感覺到它就是會有點溫度 有… 對…有 有那個熱氣已經爬上來 這樣差不多了 我們又要趕快先加入了 這個要麻煩 對 好… 量要怎麼抓 量的話就是它這個麵糊 我們調出來是兩片 我先下鍋 不然怕它 今天大家可以做兩片量 對 兩片量 這個鍋子是26公分的 所以我們可以做兩片 所以我在咬的時候 要像老師這樣 就不是只有咬漿 對… 料也要 料也要 因為海鮮已經事先處理好了 你會發現它就很方便 你就不用擔心說 你會不會煎到裡面 因為它煎餅會有點厚度 不要讓它中間沒有熟 這時候我們溫度 因為每一家的火候會不一樣 我們還是要把它調小一點 好 稍微小一點 這時候旁邊它慢慢那個麵糊 都會有點黏結的效果 就等到它有點 感覺就是有點變色了 我們就可以將它做翻面的動作 好 參考時間大概要煎多久 時間的話大概兩分鐘左右 其實還是不時的時候 你可以這樣去看 你可以稍微推動它的時候 其實因為我們有這個麵糊 你看它將所有食材 都已經融合在一起了 所以你會發現 它旁邊開始定型了 然後你可以偷偷 偷偷看一下 我們偷偷看一下有沒有金黃 可以看一下覺得顏色可以嗎 對 好 所以這邊煎餅 花一點時間來煎它 重點就是把它煎到 兩面金黃之後 待會兒回來 我們就要來嘗嘗看 我們的成品如何了 我們來看看我們剛剛 真的是現場煎的 對 超香的 對 好香 然後你就把它煎到 這樣子金黃色… 上面的料是不是非常的滿 所以這個要趁熱來吃 一定要趁熱吃 會吃到外酥 內酥奶 海鮮的Q彈口感都可以吃到 我好迫不及待想要趕快嘗嘗 不過到底今天教大家做的 韓式海鮮煎餅 用到哪一些材料 還有哪一些做法提醒呢 我們先一起來做個總複習 25CC檸檬汁1大匙 砂糖1大匙 蒜泥1小匙 芝麻油1大匙 做法的部分 先將蝦仁中捲汆燙熟之後 放涼備用 韭菜及青蔥切斷 接著將水和蛋鹽混合 再加入麵粉和地瓜粉 將麵糊攪拌均勻 用手搖起呈現自然滴落狀態 再加入切好的蔬菜以及海鮮 將所有材料及麵糊都混合均勻 在爐上熱油鍋之後 將麵糊適量倒入鍋中 用小火煎 兩面煎至金黃之後即可起鍋 煎餅的沾醬做法 將所有材料混合 最後加入芝麻油即完成 好的 我們把它切開來 然後你看看斷面就會很漂亮 滿滿的都是 有的是韭菜 然後有的是蝦子的斷面 可是我要特別帶大家來看看 那個餅的部分 就是我們剛剛說好吃的成敗 在那個麵糊的部分 你看它的那個麵糊 幾乎沒有什麼氣孔 對… 然後就是很緊實紮實的一個感覺 我先不要沾醬 我先吃餅看看 先吃原味 去嘗得到海鮮的味道 跟麵糊它的粉 麵香 它軟中緊實當中 有一點啾啾的感覺 對… 這就是抓好拿捏比例的 低筋麵粉跟地瓜粉 我們是中筋麵粉 中筋麵粉 對… 麵糊的話它的筋性的 就是比較一般麵糊適合使用 就是中筋麵粉 再用地瓜粉增加它的Q彈的口感 對 我覺得還吃得到麵香 對… 吳天佳的麵粉就是這樣子 你嘗得到麵香 天然的小麥香味 而且老師剛剛把汆燙海鮮的 湯汁加進去 對 很厲害 它的鮮味 你就算沒有吃到海鮮 也有海鮮的鮮味在裡面 沒錯 其實不沾醬的話 它吃得到就是它的原味 對 而且還有一個韭菜跟蔥香 對 好 接下來就要來吃吃看 老師這個超厲害的醬料 沾醬料來吃 真的很加分 會讓你多吃一塊了 醬料真的超讚的 因為它有 我覺得反而調和了之後 可以吃得到醬料的糯米香 對 它還會提味 就是讓你的煎餅吃起來 不是這麼地油膩 對 酸酸甜甜又帶一點辣辣的 煎餅的口感是QQ的那種感覺 對 非常地美味 自己在家裡就可以吃得到 這樣子道地的韓式煎餅 一定要動手試試看 今天謝謝Amy老師 謝謝 也謝謝觀眾朋友收看 下禮拜見 Bye Bye… bels 喝 老 taste 好 是的 雨 渇